我不是商人 但是我跟人交往 都讲究礼尚往来公平交易 说吧 让我怎么谢你 亲爱的 如果你真的要谢我 就帮我把这件事情办了 我就不明白 你非准人家卢元朝干什么 亲爱的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嫉妒是可以杀人的 会想起你和他曾经 你真爱我 傻瓜 这还用说吗 亲爱的 天不早了 咱们走吧 等等 要是我帮你办成了之后 你不认账怎么办 你呀 你还真成商人了 好吧 为了你我可以对不起卢元朝 不过我出国留学的事 我希望你帮我办成 到时候我还会谢你的 我现在手上还有货 那种让你看了眼红的货 眼红的货 是他干的 他想出国都想疯了 为了这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知道 我对九四腰肠最感兴趣 所以 好啊 好啊 这些人想开我们一个玩笑 没想到 事实反过来 给他们自己开了一个大玩笑 干得好 这就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冯汉璋这一暴露真实身份 施济洪教三年就更显得清了 施济洪的报告批回了没有 还没呢 老段这样 冯汉璋的暴露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抓紧时间 把结案报告写出来报上去 这件事怎么处理由上级决定 处长 我还是我的观点 我不赞成这么快就结案 为什么 你想啊 冯汉璋的情况 我们虽然了解了一些 可是这个人你也知道 是个老滑头 他一定对我们有所隐瞒 我总觉得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 有好多地方 还是不太顺 至于施济洪判轻判重 我们暂且不谈 如果说他半夜三缸跑到江一鸣家 仅仅是为了看那个笔记本的话 这有一些牵强 另外冯汉璋在公司当中说 施济洪并没有把笔记本的内容告诉他 说这个笔记本的内容 等到他出国的时候作为一种筹码 这个工程由于对方的抬价 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难道说这件事情跟我们破的案子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再说冯汉璋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仓皇出逃 这里面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是啊 处长 案子都已经搞到这份上了 就让我们接着搞下去吧 是啊 好吧 我到局里去争取一下 在事情定下来之前 你们可以先搞着 但是有一条不许成章 我跟你说啊 票我拿着了 是内参片 真的真的 绝对的外国电影 是五张票吗 五张票 一张不是 是那个电影吗 晚上一块去不就得了吗 真的有意思 行了行了行了 客长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看来 冯汉璋和施济红的口供出入很大 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同志们 你们还能在这儿聊天 从今天下午开始 你们几个 把这两人的口供 给我们拿出来对比研究 仔细认真的分析分析 这两天忙的 你们手里的卷宗我也没看呢 好好准备一下 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 客长 你别生气 最近这段时间吧 大家工作太紧张了 今天正好政治处 给了我们几张电影票 是个内参片 就在大礼堂 我不是想让大家放松放松吗 就是客长 一起去吧 对啊 一起去吧 客长 我哪有那个闲心哪 你们几个去看吧 客长 说准了啊 我跟你们说啊 晚上大礼堂门口好不好 好 咱们一块啊 快快快 好 放心啊 谢谢大家 和大家啊 我和大家赶快 做这个答案 都不介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问题 你们几个都看一看吧 我知道了 竟有问题 我没看出这封信里有什么破绽来 笔记有伪装 是不是有左手书写的可能 你收到点子上了 来 你们注意看一看 笔画顺序混乱 不规律 运笔还很僵硬 笔例又很失调 在他每一个收笔的地方都有一个小倒钩 这说明什么 这是典型的左手书写 但是这个人 他并不具备自济伪造的专业手段 虽然是掩盖住了他的真实笔记 但是呢漏洞也留下了 让我们发现了这封信里面有鬼 现在看来啊 我们是对冯汉章过意轻信了 在这封信上没有下功夫 客长 这都是我的错 我当时也疏忽了 别自责了 客长 这封信是伪装过的 有可能是封报警信 通知冯汉章危险 所以他一看到信就立即出逃 我看未必 就算这封信是伪造的 我还是从这封信里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无非就是写写信人的真实身份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伪造行文掩盖身份的目的是为什么 肯定是信里隐藏着密码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把你们哥几个叫回来 不让你们看电影 就是为了连夜破译密码 好 我同意 我们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看 你 已 并 于 记 素 已 他 根本不通啊 那我们再看每句的第二个字 记 经 微 前 命 记 转 得 这也是无稽联系的 词不达意啊 我看会不会是乱码啊 乱码乱码 现在时间很紧张 我看这封信还是送到技术科 由他们破译吧 别 再试试吧 明天嫂子要走是吧 你回家去看看吧 我现在还顾不上那个 该走就走呗 又不是不回来了 不是 那 嫂子走了也是大事啊 科长 你还是回去吧 放心吧 有我们几个呢 就是啊 科长 你赶紧回去吧 科长 你就回去看看吧 你在这儿我们还打不开思路呢 就是啊 我在这儿 回去吧 走吧走吧 来来来 戴着帽子 歪了歪了 好好好 我就替你们嫂子谢谢你们了 行 但是你们几个不要太熬了 该睡就睡一会儿 好吧 科长 你就别操心了 快走吧 我快走了 骑车慢点啊 慢点啊 科长 来 咱们先按乱码破译 再找关键词 抓紧时间 好吧 好 老大 过来洗脸 嗯 好 真是不错啊 还是有老婆好啊 有老婆就能用热水洗脸哪 丹科长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怎么了 你也有时间来送我 送自己老婆还不是应该应份的吗 我出了那么多次差 你哪次回来送过我呀 老婆 对不起啊 等着把你彻底调回来以后 咱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都十多年了 总说给我调也没调回来 对不起啊 没事 习惯了 我真是有个好老婆 我真是有个好老婆 不要 人呢 我不是人啊 后来破译得怎么样 又试着几种方法 也没有破译了 他们都走了 你赶紧回家吧 下午一点再来 你怎么不走啊 我们家比这儿还冷 算了吧 我们家屋子也冷 你姑妈家不是有暖气吗 怎么可能冷啊 你等着吧 我去给你买早点去 早就关门了 老师等着吧 老婆 西北那边天气凉 一早一晚记着夹点衣服 等我把手上的案子办完了 我找急针给你找个对调的机会 我怎么早没想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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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的车 多少次 一二七次 一二七次 一二七 一二七 一一二七 老婆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能送你了 怎么了 我真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起老婆 对不起啊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啊 你不是说好像送我的吗 来 藓丸 对你 你问我们俩被邃子得灭吗 寻 bows 扶你下面好吗 徐邦城的使用代号 1127去拼 快 好 我拼一下 好 早点买回来了 冻死我了 颜军 赶紧拼 你拼我写 按1127去拼 赶紧 1 你 1 你 2 V 7 险 你已危险 課长 我给你重复一遍吧 我在公寓电话呢 不方便 我马上就到 好 1 你 1 1 2 危 7 险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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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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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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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 冯瀚章是十二月二十九号早上 跑到机场要准备潜逃的 所以说这封报警信 应该是在二十八号下午才收到的 当时十二月二十五号下午三点 是我们法庭 必停的时间 下午五点半 是南州市邮局下班的时间 所以说这封信 应该就是在这两个小时之内发出的 科长 我突然有个想法 你说咱们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 通过这个秘密电台 向北京的使馆发出警报 然后再由北京的使馆 向冯瀚章发出这封报警信 不会 那没什么 你想 如果是北京的使馆发出的这封信 那他们用不着 这么煞费苦心的伪装文字了 诶 科长 我推测 在咱们南州市会不会还有一个潜伏的特务 他之所以沿用 1127这个代号 就是为了潜伏下的特务使用方便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继续审 冯瀚章 我 该说的 我真的都说了 你已危险 急速转移 看后复竹 封罕章 说 你的代号是什么 刘亦宽又是谁 你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破译出来了 快点交代你隐瞒的情况 我的代号是 1127 我在离开香港之前 我的上级告诉我 到了南州之后 要听明白一个叫刘亦宽的人的指示 但这个人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我 我和他没有见过面 直到事情发展到现在 他 他都没跟我联系过 冯瀚章 又开始和我们玩游戏了是吧 不不不 我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话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是 怎么把密码破译出来的 不可思议 这 真是不可思议 审来审去总是这么几句话 我看冯瀚章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个人 星月 你说说 冯瀚章来这个城市时间不长 可是那个人呢 一定是在南州市潜伏了很长时间 一般情况下 特务机关不会因为冯瀚章 这样的初级情报员 而毁了他们的牢手 可是这么一来 线又断了 等等吧 等等 我们可能就有新的发现 一会儿见到雷局长啊 不要讲话 以我来说 他看了这封信 可能会让石济红的案子停下来的 放心吧 我保证一个字不说 对对对 我一会儿就把那个文件 原件给你送过去 上次我们纪处长不是跟你们刘处长说了吗 那个着急的事啊 一定要马上给我们抓紧处理好 好嘞 袁军 再见啊 你看看这个文件 族长 那个墨水花燕的事啊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好 您看 这个线索 好 族长 族长 我已经查到了 在咱们市里 有六十多家都卖过这种横戈纸 这纸啊 是南州市文华印刷厂生产的 志明 你去印刷厂跑一趟 把这一般纸的印刷日期 销售地点和单位 还有销售数量 全都带回来 好的 送完件去了啊 去吧 早去早回啊 知道了 我认为这个有必要查一下 这事用不着我做决定 我不管什么人的压力 你有法律在 你们按照法律办事不就得了 随便什么人劳动教养 都找局长来签字 你们各个部门干嘛啊 事情欠着到万云书局的孩子 局领导该有个态度 我们工作起来也好有个依据 他怎么就没有依据啊 那承治反革命条例 那刑法草案 那法律上一条一条都有啊 去去去 回去翻翻去 给你拿来 这东西 你给你拿来 给你拿来 买来 给你拿来 你拿来 去吧 土壤 土壤 这不没到呢 我知道没到 前面就是公共汽车站 坐一站就到家了 都困成这样了 还不赶紧回家睡觉去 我说你 我有事送不了你了 快快回家吧 你不能把我搁在这儿啊你 段行月 你肠子里转有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把我扔在这儿 算怎么回事啊你 好 市书记 市公安局有一位同志想见你 您见 公安局的 好 好 您好您是 我是南州市公安局五处 侦察科科长段兴玉 好 万余书记正等你 你跟我来 好 喂 周志明啊 他不在啊 好 等会儿啊 找你的 找我的 喂 谁啊 志明 你在哪儿呢 找你半天了 魏东啊 找我有事儿吗 志明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说 你在哪儿呢 说吧 志明 我在医院看病 打公用电话 说话不方便 那行 那这样吧 晚上见面再说吧 好不好 嗯 就这样 再见啊 谁啊 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找你 就是上次江医民家那个案子 被冤枉的杜北东 好像是跟家里面闹别扭了 他那个丈母娘啊 好像不太喜欢她 心里肯定啊 编门成啥样啊 老找你 哎 志明 你跟颜君查的纸园怎么样了 别提了 我们查了十几家 到处都是这样的纸样 哎 我跟你说 你跟颜君走了以后啊 小陆还不高兴了 他想和颜君去 你知道吗 早说呀 我叫他跟颜君去不就得了 颜君不愿意啊 傻样 哎 你跟那个施肖蒙怎么样了 看我现在的样子啊 没心情 还不考虑啊 不小了 哎 跟那个施肖蒙最近见面了吗 我们俩啊 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哎 我说你们这年轻人也太轻率了 说结束就结束了 这不怨我呀 他母亲啊 恕我论景下识 就为他姐姐施济红的事啊 哎呀 这家人哪 也太没是非观念了 完全是感情用事 当时施肖蒙 为卢元朝辩护的时候 我还对他刮目相看 现在看来 也就那么回事 算了 吹了也好 哎 我跟你说啊 颜君可是挺好的 正适合你 哎 行了 别说这样的话 让颜君听见 算怎么回事啊 人家早就对你有意思了 你真傻啊 哎 你组长 不许提这事了啊 我回来了 好吗 回来了 取来了 你看看材料很详细 还行 大臣 这份报告拿回来了啊 喂 他在 周志明 找你的 什么东西 今天你电话挺多呀 喂 谁啊 你先看看他 是 那我知道了 是 宝宝 你下班之后 如果没有别的安排 我希望 你给伯伯一点时间 我想和你见个面 我就知道您会给我打电话 我也是刚从北京开会回来 有些事情 我也是刚知道 这样吧 晚上八点钟我还有个会 你现在就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好 那我一会儿过您那儿去 好 就这样 师伯伯再见 谁的电话这么激动 是一个老前辈 行 就这样吧 你这怎么跟志明约的 这都几点了 我吓我打过电话了 他说来的 好 志明那工作呀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事 现在警察多忙 爸 来了吗 还没瘾呢 爸 妈 要不咱们先吃吧 咱们先吃 给志明拨出来 把我摆盘都预备出来了 好 他最爱吃这个 来 书平 来来来 给我拿个勺来吧 慢着 慢着 给 你说你这两天怎么越活越抽抽 十几勺吃饭了 书平 你怎么管那么宽哪 是 爸 没发现你还是个左撇子呢 爸 要互相尊重 你这怎么说话呢 爸 人家年轻人逗闷子 您甭那么认真 魏东好像不大舒服吧 没有 就是手点疼 右 右手疼啊 怎么回事 让我看看 没事 没事 这大福子一出差 咱们家的重活 都让魏东一个人干 是 是累着了吧 没事 你上次就说你右手疼 是不是以前就有毛病 没事 前一阵子戳了一下 那你今天晚上还去上班吗 该我的班 怎么能不去呢 你不是说你手疼吗 找个人踢一下呗 大里巴六的 不合适吧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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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吃吃吃 谢谢妈 你是周志明同志吧 我是 万云书记在等您 请过来 谢谢啊 吃吃吃吃吃吃 师叔 看我 吉他 是 都有 咱们 快去 你做一下记录 你去吧 好的 请进 施伯伯 我来了 孩子 你坐吧 我给你沏好的茶在茶几上 是 施伯伯 您也坐吧 孩子 我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 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同时 施伯伯也向你道歉 施伯伯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 这是救命之恩哪 孩子 来 坐 这件事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今天你们段刻找到我这儿来了 和我说起了一段往事 说到了我的家庭 说到了我的家庭 说到了我的女儿 也说到了你 施宝宝 如果我要是说的话 你们会一直垫着 这样我的心里会很别扭 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很别扭 没想到你考虑得这么多 志明啊 你能原谅你苏阿姨吗 我替他向你道歉 施宝宝 你和宋阿姨一直对我都很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我们等待你再回来 回到我们家庭中来 我们一起生活好吗 施宝宝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勇气 走进你的家庭 或许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科里给施领导写了一封信 是关于施宝宝的处理意见 我在信上也签了字 我和科里的同志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这件事情我知道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你施伯伯也签了字啊 施宝宝 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 当科里的人问我 为谁来的电话 我该跟他说 是我的一个长辈呢 志明啊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孩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跟萌萌的关系 是不是出现了僵局啊 我也不太清楚 我曾经努力过 可能是我错了吧 恋爱的痛苦啊 有时候不一定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你跟萌萌是患难之交 你应该知道萌萌是多么的爱你 就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萌萌也需要得到你同样的爱 你是不是最近花在萌萌身上的时间少了 她可有些委屈哦 再加上她妈妈对她的指责 她姐姐和元朝的事情让她很失望 甚至是无法接受 所以啊 萌萌离开了这个城市 萌萌到郊区南大一分校去了 志明啊 萌萌现在最需要的人 应该是你啊 施伯伯 等我忙完了守宗的案子 我一定去看看她 那春千说话就到了 施伯伯 您放心 我一定把她接回来 好 好啊 志明啊 你现在是一个人 秦人都不在了 我知道萌萌很爱你 你们俩的关系 我希望你们俩都好自为之 不管怎么说 你不会孤独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我们都等待着 你回到家里来 和施伯伯送阿姨 一块生活好吗 谢谢你 施伯伯 来 喝水 没有 她一直没来 嗯 对了 肯定是你没跟周志明约好 嗯 好的好的 再见 咳 咳 był 咳比咳比咳 味道 仔咳 Gods 了 你说陈 他没刚刚 kal 他没 找到我们ak 有高兴 回来了 树萍 我把魏东要找我的事给忘了 这得想起吧 等你半天了 还给你做了好几个菜呢 真对不起 我临时有点别的事 把他的事给忘了 他人呢 已经职业班去了 刚才还打电话找你呢 都十点半了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跟我说 可能只想跟你说 弄得疑神疑鬼的 什么事啊 连你都不说 我也这么告诉他啊 我说什么事啊 你要职班 我给志明转告医生不就成了吗 他非不 非得找你 行 那我明天一大早到厂里去找他 你也早点睡吧 我早就想睡了 一直等你 得帮他把话带到啊 志明 他有什么坏主意 你可别由着他 放心吧 谢谢你这个通讯员啊 我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 累一天了 好 那我走了啊 嗯 好 那我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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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